10分钟 这鞋子亮晶晶的 三郎吗 吃烧烤吗 吃 带你去吃烧烤 你喜欢吃呀 这面我要多吃给羊肉吃饭 大家我是老田 我日子天天说要吃烧烤 难得今天有时间带你出去吃一点 烧烤 烤鱼 这里放的炒鱼 都做烤鱼的 开始干起来了啊 不忙给我弄下烤鱼吧 烤鱼啊 杀鱼杀鱼了 小孩子非要到你家里来吃烧烤的 都拿几个羊肉串好了 拿十五串 二十串 就拿这么多嘛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九串 没人三串 诶 我吃的哪个真巧的 那么拿三串 一个就行了 我不吃哪个 再点一点烧烤 烫火炉着 直接放在烫火上烤就可以了 要烤二十多分钟 这个烤鱼就有量 先炒一下 我看人家都是直接放在里面煮的 你们家先炒一下 先炒香 先炒冰箱 专门的烧烤炉 这黄豆芽不用放在里面炒 垫在锅底就可以了 等了好久了 我们的烧烤 凉肉菜要吃热吃 凉这个就发硬的 嗯 香 好吃吃 这里有半楼 够了 折瓶啤酒啊 先折一口 羊肉串挺好吃的哦 热的好吃 太热吃 凉料就发硬了 还有这个牛筋 牛筋凉料也发硬了 我吃羊肉串好嘞 挺喜欢吃一米的 我三根羊肉串已经吃好了 你吃一下 吃完再点吧 不够 我怕点多了 那个 还有点烤鱼 待会吃不完 这个玉米有点低 这个小馒头吃下 觉得你那个鱼还吃得下吗 吃得下 之前奶奶还给我买个养串 再等一口来 我们烤鱼上来了 好香 还是蛮有食欲的哦 太香 我的筷子呢 好辣 我跟他说微辣的 辣肯定有一点点辣 香菜 这个配菜还是蛮多的啊 这个鱼呀 它是越煮越香的在里面啊 都煮一会了嘛 这炒鱼小吃还是很多的 要注意点是 烤出来的就是比那个炸出来的香 它外皮的焦焦的烤的 刚才点了韭菜 这一块 这一块啊 哇呀 大这么浓 等一小吃啊 这鱼呀 一边吃一边烧肯定很烫的 上次的时候 我们去云太城吃过一次 他那个鱼呢 个头不大 然后都是今天用油炸好的 你点的时候呢 他就是加上料汁 直接上桌就行了 这个店呢 虽然小 但是他能保证这个鱼都是新鲜的啊 不就要当心点吃 这烧烤不能凉 一凉了就发硬 这个鱼啊 炖到这个程度啊 这个才入味 才香 黑头干在嘴里也忙忙的 哈哈 一瓶酒都喝完了 不能喝多了 喝多了 撑肚子这个东西 吃饭你不要吃了 不要吃撑的吧 黑鲜 你不吃了就问人家 我们多少钱 给我们刷一下账 你有钱付吗 没有 那你快去 那你问人家多少钱 你问人家多少钱 然后过来告诉我们 都不刷一下 多少钱 186 186啊 188啊 好的 等下我过去 爽给你啊 基本上没有了 就剩一些配菜的 配菜给他早吃掉就差不多了 这个年糕烤出来久了 有点发硬 放在这里烫一下就可以 烧烤 加上这个一条 一共180块钱啊 差不多也吃完了 吃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测了啊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啊 感谢大家支持